黄豆素有豆中之王之称 享有植物肉 绿色乳牛之美誉 营养价值极为丰富 在化学反应的作用下 坚硬的黄豆变身为 雪白细嫩的凝胶体 豆腐 豆腐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已有千年的历史 因其质地洁白 口感润滑而备受青睐 俗话说 如水点豆腐 一物详一物 而劳山人独辟蹊径 用海水点起了豆腐 相传三百多年前 劳山脚下有一家豆腐房 店主的女儿与伙计王葛 真心相爱 但店主百般刁难 让王葛不用卤水 就得做出好吃的豆腐 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 一日 王葛来到海边 他灵机一动 尝试将海水代替卤水 经过反复研制 终于做出了海水点卤的豆腐 并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从此 劳山海水豆腐的做法 便流传开来 以劳山水煮浆 海水点卤 制出的豆腐嫩滑而不苦涩 是劳山地区的特色美食 于得水 人称黑哥 劳山区王葛庄人 皮肤有黑 身躯壮硕 可他做起豆腐来 却格外麻利 黑哥家族三代 以做海水豆腐为生 他跟随母亲做豆腐 已有些年头 做出的豆腐干净鲜美 价格实惠 颇受当地人的喜爱 制作海水豆腐时 点卤使用的并非一般的海水 趋势退潮时 一波一波净化下来的海水 黑哥和朋友 同往常一样来到海边取水 来时尚早 风大水拙 海水的水质达不到点卤的要求 静候多时 在退潮结束前三十分钟 黑哥等来了取水的最佳时机 取海水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 黑哥要赶在这三十分钟内 取够制作豆腐所需的水量 浇石岸边的海水水质清澈 用来点卤效果极佳 选好取水点后 一阵紧锁密鼓地打捞 临近正午时分 退潮结束 海面风平浪静 黑哥满载而归 经过一夜的沉淀 海水便可使用了 凌晨三点 黑哥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将前一日浸泡好的黄豆取出 以劳山泉水煮浆 清澈甘甜的泉水 配合颗粒饱满的黄豆 磨制出的豆浆香甜可口 接着 黑哥将磨好的豆浆 盛入大缸中 用开水烫个半熟后 通过细密的纱布袋子 滤掉多余的豆渣 过滤好的豆浆需要煮熟 煮豆浆的火候十分讲究 它决定着豆腐的味道 黑哥一边烧柴 一边关注锅里豆浆的变化 这考验着黑哥的手速与判断力 临近翻滚时 豆浆体积猛增 为防溢出 黑哥立即将海水点入翻滚处 使豆浆始终保持在临界点 因为这个黑水不是很想露水 因为这个露水把盐水中 黑水把它慢 发酱慢 发酱发酱以后 你这些是第二点 海水中富含的氯化铭能使分散的蛋白质团力迅速聚集 流动的液体神奇地转变为凝胶体 再将它们压制一小时 海水豆腐变成型了 因海水中富含 铭 鲜 锡 等矿物质 制成豆腐保留了豆子的营养成分 易于人体吸收 这也是牢山海水豆腐广受好评的关键因素 2008年 海水豆腐被指定为 奥运翻船比赛食品的专攻品 豆腐是寻常家庭里常用的食材 在物资匮乏的时代 它是人们补充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在牢山地区 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发挥到了极致 利用其柔软变通的个性 烹制出各式各样的美赚佳肴 大鱼 学名 蓝点马胶 主要分布在渤海 黄海 以及东海等海域 其眼珠黑亮 鱼腮颜色鲜红 背部的蓝黑色斑点 与腹部的银灰色纹理相得益彰 鲜亮肥嫩 肉质细腻的霸鱼 含有大量蛋白质 在青岛人的餐桌上 总能见其身影 将霸鱼改刀切块后 蒙火翻炒 用生姜去其腥味 新鲜的海水豆腐切成片 和鱼肉用小火慢炖 简单的调味 浓郁的香气瞬间充满房间 一锅豆腐烧霸鱼 足以填满口腹之欲 隔里炖豆腐 炸豆腐 红烧豆腐 一桌子的豆腐宴 为借了黑哥和家人 一整日的辛勤劳作 山泉煮浆 海水点卤 木柴烧锅 传统的制法 保留了海水豆腐的原始味道 这也是黑哥家做豆腐四十余年的坚持 大自然孕育出多彩的食物 人们应寻自然 以古老的方式 将海水豆腐的味觉密码 世代相传